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第十四章 创世纪第十四章 我们今天继续沿着创世纪的记录来思想亚伯兰的故事 我们今天来到了创世纪第十四章的第十七节 我们从第十七节要读到第二十四节 所以这是延续亚伯兰之前在参加这场东方四国联军的征战之后的故事 所以让我们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领听上帝的话 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的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 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 沙维谷就是王谷 又有萨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他为亚伯兰祝福说 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 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 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 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 你把人口给我 财物你自己拿去吧 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 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启示 凡是你的东西 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 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 只有我仆人所吃的 并与我同行的亚乃 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 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里 还记得这个故事进行到这里 前面我们看到亚伯兰为了拯救罗德 从曼利的相书之下杀出去 一直追着东方四国联军 一直追到了大马士革 把罗德和所有被掳掠的这些 平原地区的人口和财务 全部都夺回来了 我们刚才所读到的 就是这个故事的后续部分 亚伯兰经历了浴血奋战 凯旋而归 一战成名的亚伯兰 在这个被称为叫做沙威古 也就是君王所会面的这个山谷 有的时候叫做帝王谷 与这两位著名的君王会面 一位是代表着平原五国的索多玛王 而另外一位则是萨冷 萨冷城王麦吉喜德 你可以想到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是亚伯兰人生的一个巅峰 他可以与当地的最高统治者 能够面对面的交谈 亚伯兰如今获得了极大的尊荣 但是这种尊荣对亚伯兰来说 是一次新的挑战 因为这前来的迎接他的两位君王 是如此的迥然不同 他该如何面对这两个人 他该如何地去回应这两个人 所提出的请求和一些提议 我们看到一方面亚伯兰面对的是 麦吉喜德 这位代表着公义和良善国度的祭司君王 他过来给亚伯兰提供了饮食来招待他 并且带来了至高者的祝福 这一切看似从物质层面上来讲 其实很简单 带来了饼带来了酒 并不是非常的丰盛 并且带来的是一种祝福 一种属灵上的祝福 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物质层面上的益处 但是另外一方面 亚伯兰面对的是索多玛王 索多玛王提出了一份 相对来说非常丰厚 具有实际的物质层面上的利益的提议 索多玛王说亚伯兰可以把所有的财物都拿走 但是他只要属于他的人口 那亚伯兰面对这两个君王该如何做出选择 而我们在今天所看到的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位信心之父 在这里面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 他屈尊顺服那位至高神的祭司萨冷王 而他却拒绝了 那个邪恶自私的索多玛王的诡诈和诱惑 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来一同来看 我们该如何效法我们这位信心之父亚伯兰 也来到那位真正的祭司君王的面前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谦卑顺服地向他献上我们的礼物 而我们也应该效法亚伯兰 我们的信心之父去拒绝那个世界的王 向我们提出的诱惑和试探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借着这段经文 所一同来思想的 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亚伯兰如何面对这两个王 麦基喜德和索多玛王 然后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 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君王和世界的王 所以我们首先从这段经文来入手 首先第十七和第十八节 交代了这场会面的场景和人物 提到说亚伯兰回来的时候 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 沙维谷就是王谷 又有另外一个王 萨冷王麦基喜德 拿着饼和酒来迎接他 当这位麦基喜德出现的时候 甚至你会感觉到这个故事的主角发生了转移的 原来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亚伯兰 但是亚伯兰出来的时候 突然冒出了一个麦基喜德 一下感觉这个镜头都转向了麦基喜德 他在描写麦基喜德的各种动作 拿着饼拿着酒 然后出来迎接亚伯兰 甚至这个主角都扶在他的脚下 接受他的祝福 实际上如果你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技术 你会发现它是使用的是 西伯兰文学里面常见的 这种前后呼应的这种结构 叫做汉堡包结构 最中间的是麦基喜德给亚伯兰祝福 这是整个场景的最核心的一个画面 可以想象这位主角都跪倒在他脚前的 这位麦基喜德 是何等重要的一个角色 但我们不禁就要问了 这位麦基喜德到底是谁 那在历史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猜测 有些人猜测这个麦基喜德就是闪自己 按照前面看到加普的记载 闪甚至活的时间比亚伯拉罕时间还要长 超过了亚伯拉罕 这在早期的教父当中 包括一些犹太解经家会有这样的观点 那还有一些人 基督教的一些解经家猜测说 这是倒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自己 但是这些猜测都没有非常充足的圣经的依据 只能说是一种猜测 而希伯来书第七章说 麦基喜德与耶稣相似 他并没有说他就是耶稣基督 那从经文本身的描述来讲 我们能够最直白的理解 就是麦基喜德是当时在迦南地 撒冷城的一位君主 他是一个迦南的君主 那这个撒冷城很可能是后来的耶路撒冷 麦基喜德的名字 Malchizedek指的是公义的王的意思 而他所治理的这座城的名字叫做撒冷 Salom指的是平安的意思 那这些名字在旧约当中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这位公义的君王 凭着他的公义治理的这个城邦 有着平安 有着和平 使人们生活的非常的安逸和平 而非常有趣的是和他一起出来的 另外一个王是索多玛王 所以你看到这两个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个是公义的王 治理着平安的国度 另外一个是邪恶的王 治理着混乱的国度 他的人口都被掳掠走了 而这位麦基喜德不仅仅是君王 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说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祭司这个词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后来在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之后 在以色列国 君王跟祭司这两个职份是分开的 如果你是君王你就不能当祭司 如果你是祭司 祭司是专门分别出来是立位人的后代 君王不可以是立位人 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摩西律法的这些规范 年代物质回亚伯兰的时代 在亚伯兰所生活的时代 祭司是神明的代言人 我们这个时候要思想 在迦南的很多这些多神的宗教当中 有很多的祭司 这代表了神明与人沟通的一个管道 并且他们会为人带来神明的祝福 而且有很多的时候 特别是在这些古晋东的宗教当中 君王一个城市的城邦的君主 往往也是这个城邦的祭司 是由同一个人来担任的 比如说古埃及的法老 他也是这个太阳神祭司 他同时也是治理埃及的君王 那这为了兼巩固他的统治 为了表明他的治理是神明所喜悦的 所以麦基喜德既是君王 又是祭司这件事情并不意外 但是他所敬拜的这位神的名字叫做 Eleon 翻译成中文就是至高神 Eleon 在迦南的多神教当中 的确有这么一位神的名字叫做Eleon 但是圣经似乎在暗示我们的是 这位迦南的君主麦基喜德 他的敬拜的确是朝着那位 创造天地的至高神所发出的 所以他并不是迦南多神教当中的其中一位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有些人想要用此来证明说 今天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 所有的宗教都能够认识神 但是这是错误的应用 因为今天我们知道上帝的特殊启示已经完备了 我们只能够通过信靠上帝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才能够认识真神 因为唯独耶稣是那位通往天父的道路 真理和生命 耶稣说若不借着他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但是亚伯拉罕所生活的时代 跟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不同 当时特殊启示还没有完全 甚至当时连我们所读到的创世纪都没有 所以亚伯拉罕这种族长时代 人们更多是通过口传和家族的遗传的方式来认识神 所以要知道这个时代是非常非常古老的原始的时代 离挪亚的洪水才不过几代人的时间 所以有很多的口传 借着口传的方式来使人认识神 包括迦南自己也是挪亚家里的人 挪亚的孙子 所以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当时有非常多的这种口传的传统 而麦基喜德在生活的那个时代 虽然当时有很多错误的堕落的宗教 但是他很有可能回到先祖所传的纯正的教导当中 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但不论如何这些圣经向我们表明的是 这位麦基喜德对上帝的认识 足以使他被称为至高神的祭司 而接下来这位至高神的祭司 对亚伯兰进行了祝福 十九到二十节 他为亚伯兰祝福说 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 至高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 是应当称颂的 麦基喜德是在圣经当中第一个为亚伯兰祝福的人 而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第一次看到圣经当中有人为亚伯兰祝福 而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在创世纪十二章 还记得上帝最开始呼召亚伯兰出沃尔的时候 出哈兰的时候 上帝对亚伯兰说什么 凡祝福你的我也要祝福他 凡咒诅你的我也要咒诅他 因此这句话一直埋藏到这里 到了第十四章 我们第一次读到说 有一个人为亚伯兰祝福了 突然踩到了小红按钮 祝福来了 然后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这位麦基喜德 借着祝福亚伯兰 自己也蒙受了上帝的祝福 甚至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 因此你会意识到 圣经在这里面所记述的短短的一个场景 其实它蕴含着非常非常多的丰富的内容 是我们单纯的读创世纪所无法理解的 上帝借着麦基喜德祝福亚伯兰 而赐给亚伯兰极大的祝福 而这个亚伯兰如此的神秘 但是到了圣经后来的启示当中 这个名字又一次出现了 是在大卫写作的诗篇当中 数百年之后 甚至可能是一千年之后 大卫作为耶和华所高立的君王 也是先知 他写下了这样的话 他说将来他的后裔 以为他自己称为主的大卫的后裔 将要被上帝立为永远的祭祀 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大卫作为先知说 耶和华启示说 我要启示要立你做永远的祭祀 是那位弥赛亚的君王 而这一切到了新约的时候 变得更加的清晰 这位按照麦基喜德等次 永远为祭祀的 而且是大卫的子孙 是君王的 不是别人 正是那位道成肉身的 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麦基喜德借着祝福亚伯兰 自己所领受的祝福是何等的大 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竟然是按照他的等次为祭祀的 这是如此大的尊荣 是上帝应许赐给那些祝福亚伯兰的人 然后接下来他又赞美神说 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 是应当称颂的 这里面交在你的手里 这个动词的原意 词根的意思是盾牌的意思 所以可以更通俗的理解说 至高的神把敌人的盾牌 缴械了 放在你的手里 亚伯拉罕的祝福表明 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 上帝保守亚伯兰 上帝在祝福亚伯兰 上帝在一路带给亚伯兰胜利 而面对这位至高神的祭祀 这位公义的君王 治理着和平的国度的君王 麦基喜德 亚伯兰的回应是什么 亚伯兰第二十节下半节 亚伯兰就把所得的 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 这个又是圣经第一次出现 十分之一的概念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习俗 很可能这是基于麦基喜德的祭祀的身份 而不是君王的身份 换句话说 亚伯兰并不是在政治上臣服于萨冷王 而是他承认麦基喜德是上帝的祭祀 因此他把这个礼物给了麦基喜德 等于献给了至高的神 作为他感恩的回应 所以十一奉献 有的时候讲十一奉献是远早过于摩西律法的 一个非常古老的习俗 这是借此亚伯兰表明麦基喜德尊贵的身份 借此亚伯兰把自己 把自己交在了这个麦基喜德的这一边 而这也暗示着亚伯兰接下来要拒绝 另外一位王索多玛王 因为索多玛王的形象和麦基喜德 简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十一节你可以看到 这个索多玛王出来之后 对麦基喜德说的话 对亚伯兰说的话 和麦基喜德说的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话 麦基喜德是对亚伯兰祝福 赞美 颂赞 Doxology 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的话 是两个命令式 把人口给我 财物你带走 两个命令式的词语 非常的生硬 而且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当时的习俗 为什么 因为按照古代的战争的常例 胜利的者所获得的战利品 属于他自己 不管这个战利品原来是出自哪里 明白这个意思吗 是东方四国联军把索多玛的财务人口掳走了 然后亚伯兰从东方四国联军手里 把这个他们本来掳走的这个拿回来 这个属于谁 这属于亚伯兰 是亚伯兰自己的战利品 这些财产的所有权 不论他原来是来自哪 原来是来自索多玛也好 原来是来自其他地方也好 这场战争是亚伯兰打胜的 这个东西是归亚伯兰的 这是古代战争的常例 包括今天也是一样 后面亚伯兰提到他盟友应得的份 他们该得的份应该任由他们拿去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他们所应该有的 但是索多玛王把亚伯兰冒着生命危险 赚得的战利品 说成好像是原本是属于他自己的 这人口是从我这儿掳走的 这些人是索多玛人 表现得好像很慷慨一样 人口给我吧 财务你就给你吧 虽然这财务也是从我们城里夺走 但是财务归你 看我多慷慨 可以看得出来索多玛王是非常诡诈的 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非常慷慨的君王 你看我多么不爱财 我把我们城里的财产都白白地送给你亚伯兰 所以亚伯兰说 我怕你到时候说我使亚伯兰富足 这些财务都是从我索多玛城里来的 所以亚伯兰一眼就看出了索多玛王的鬼诈 或许索多玛王认为亚伯兰不过是一个趁火打劫的土匪头头 为了敛财 为了从中间攫取一杯美羹 才去打东方四国联军的 但他不知道亚伯兰的目的本身是什么 所以接下来面对这个诡诈的贪婪的索多玛王 亚伯兰的回应是这样 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 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启示 凡是你的东西 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 免得你说是我使亚伯兰富足 亚伯兰以庄严的启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他说我举手 这里面中文帮你翻译了 其实原文是我向耶和华举手 举手 向神明举手 在古代世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程序 今天你在美国上庭出庭作证的时候 你要把手放在圣经上 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表明说你在承诺你所说的都是真话 在古代世界在每一个时代文化里面 都有类似的这种仪式 在亚伯兰所生活的时代就是向神明举手 这就什么举三根手指 怎么举不知道 具体怎么举不知道 反正就是举手向神明 这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而亚伯兰使用了他的神明的名字 是麦基喜德的神 他说我向天地的主 向至高的神启示 当时摩西写作的时候 又加上了后来摩西知道的 这位创造天地的主的名字 叫耶和华 但是很有可能在亚伯兰那个时代 这个名字是不为人知的 但是摩西想要让读者明白的是 这位耶和华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耶和华 就是这位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 而借着这个启示 亚伯兰所承认的是 并不是索多玛王使他富足 而是耶和华神 他说我不会留下任何的财物 哪怕是一根线和一根鞋带 换句话说 在这场战争当中 哪怕是最小的价值 完全不足为奇的一个鞋带 没有价值的东西 我都不拿 你会觉得亚伯兰这个表达方式很奇怪 但是其实并不奇怪 并不奇怪 而且这种表达方式非常的正式 我们今天有考古学的证据 从古近东挖出来的 法律条文的泥板上面 在法官判案的时候 这个人说的话 就是类似这样的话 这个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放弃所有权的一句话 当一个人正式放弃 对一个财产的所有权的时候 他就这样说 其中最小的 然后举出最小的例子来 这个和这个我都不拿 因此亚伯兰所在做的是什么 是在索多玛王面前 正式地放弃了 对战利品的所有权 所有这一切都是法律程序 因为他这一次出征 并不是为了获得财富 而是为了营救他的家人罗德 另外他也要避免误解 让世人认为 他与索多玛有任何的利益往来 避免让这位狡猾多端的索多玛说 是他让亚伯兰变得富足 然而最后亚伯兰并不只是想到了自己 第二十四节 他对索多玛王说 只有我仆人所吃的 并与我同行的亚乃 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 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所以你看到亚伯兰在做什么 亚伯兰虽然他自己主动地 舍弃了自己的利益 他自己一根鞋带不拿 但是他没有说 他没有忘记那些帮助他的人的利益 那些与他同行之人 他的盟友的利益 他首先考虑到他自己的仆人 这些与他一同出生的 被他出生入死的 三百一十八个家仆 他说这些人 你不能剥夺他们的权利 他们吃的都是从你这出的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他们为我他们浴血分战 他们把你的这些人口都夺回来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这样做的 所以他们应当得的归他们 然后亚伯兰说 我盟友的需求 你必须要满足 这些为我出生入死的弟兄们 我可以舍弃我的利益 但是他们的利益 我不会替他们做主 所以你看到这是亚伯兰 这是一位非常讲义气的 一位不会损害他盟友利益的 一位公义的人 他特别提到这是他们应得的份 他们拿走是完全正当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亚伯兰 面对这两个不同的君王 这两个不同的君王 带给亚伯兰两个不同的offer 一位是上帝的公义的平安的王 他给亚伯兰的offer是上帝的祝福 而另外一位索多玛王 带给亚伯兰的offer是 这世界的财物 而今天弟兄姐妹们 我们和亚伯兰一样 也在面对着两个王 一位是如同索多玛王一样诡诈的 正在用他的权柄 统治着幽暗世界的魔鬼撒旦 而另外一位 是那位按照麦基喜德等次 为至高神祭司的 那位公义之君 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这两个王 这是我们要来看的最后一点 我们看到如同那个鬼诈的索多玛王一样 魔鬼撒旦 在世人 他用很多的伎俩 表明他自己很慷慨 你还记得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 和索多玛王试探亚伯兰 是一曲同工 是一样的 魔鬼对耶稣说 只要你肯拜我 全地和全地的荣华 我都可以赐给你 仿佛这一切好像都是属于撒旦的一样 灿烂表现得很慷慨 对不对 灿烂说耶稣啊 何必上十字架受苦呢 对不对 上帝没有那么好 我还是我对你好 对吧 你的父上帝对你不好 你父上帝让你受苦 你看看我 你只要拜我 我不让你受苦 全地的荣耀全都给你 看我多么慷慨 还是弟兄姐妹们 这是魔鬼对所有人的试探 这是魔鬼对今世的所有人的试探 让我们可以不必走十字架的道路 让我们可以避开苦难 可以避开试炼 可以避开痛苦 让我们享受今生 享受今生肉体的关于 享受今天的财富 享受今天的舒适的生活 享受今天 你可以想要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全地的荣华 我都可以给你 而面对魔鬼的试探 弟兄姐妹们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 因为魔鬼起初试探我们的十足 都没有靠全地的荣华去试探 魔鬼起初试探我们的十足 就用了一个果子 什么全地的荣华 一个果子 就把十足打败了 何况是我们 何况是我们 但是弟兄姐妹们 这个好消息是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替我们胜过了 这位邪恶之君的试探 当他对耶稣说 只要你肯败我 全地的荣华都给你的时候 他仿佛是在对耶稣说 把那些属于我权柄之下的罪人 留给我 全地 全世界我都可以给你 然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那位亚伯拉罕的子孙 拒绝了魔鬼的试探 他来就是要把我们这些 原本属于魔鬼 扶在魔鬼泉下的人解救出来 把我们没有 他把我们拯救出来 没有把我们再带回给那个邪恶的王 而是反而归给他自己 做他荣耀圣洁的子民 而我们看到 这位耶稣基督 如同那位麦基喜德一样 他是真正公义的君 和平的君 至高神的祭司 他来赐给我们属天的祝福 他所赐的祝福 远远超过了麦基喜德 他从那位高天制大者的宝座上降下 倒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所赐给我们的祝福 是他自己 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去了他自己的性命 为我们流血 并且不但如此 他如今来迎接我们 把他的自己的身体当作饼 把他自己的宝血当作酒 来作为真正属灵的食粮 喂养我们的生命 这是我们今天接下来 所要领受的圣残 而因着与这位大祭司的联合 我们如今也成为 至高神的祭司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身体 献上分别为圣 因着我们与这位公义君王的联合 我们也共享了他的胜利 他亲自把那个仇敌撒旦 交在我们手里 他亲自带领我们 把那条骨蛇踩在脚下 而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经历了征战的一生之后 到了那个蒙福的日子 我们也会来到这位 至高神的祭司面前 如同亚伯兰一样 而到了那个日子 他会从那高天之上的宝座上 走下来 来迎接我们 就是他曾经在地上 离世之前 他说 只等我不在地上再喝着杯 只等到在我父的国里 到那一天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将会拿着 那个丰富的蜀天的宴席 在天国大门的门口迎接我们 说来吧 与我来一同享受 我所赐给你们的国度 你们这些得胜的 我的祭司们 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今天 我们从这段经文 所要一同思想的 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两个王 一位是那位诡诈的 统治着幽暗世界的魔鬼撒旦 他用今生的祝福 来引诱着我们 偏离蜀天的道路 而同样我们 在另一边 有那位 按照麦吉喜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的耶稣基督 他在高天之上 如今已经为我们 赚得了蜀天的国度 他要求我们 来到他的面前 谦卑顺服 向他献上我们的供物 就是我们的身体和灵魂 因此让我们 效法我们的信心之父 亚伯兰 让我们勇敢地拒绝 那世界王的诱惑和试探 因为一切的尊贵和荣耀 都属于那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 我们慈爱的天父 那位替我们得胜的救主 耶稣基督 和赐我们平安的圣灵 那位三一真神 他的国度 会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再次地感谢你 借着你的圣灵 所启示了古老的故事 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兰 在那个帝王谷的会面当中 所做出的 智慧的坚毅的选择 让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的救恩 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 你所赐给我们的 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选择 有多么的智慧 而是因着他的选择 他替我们战胜了魔鬼撒旦的试探 为我们赚得了永恒的救恩 并且他也把他自己赐给我们 如今要来喂养我们 借着他的身体为饼 借着他的宝血为酒 来喂养我们的生命 主要我们盼望着 有福的日子的到来 就是当有一天 我们将会来到天国的门口 借着他的天君天使 来一同迎接我们 让我们能够盼望着 那一天的到来 让我们在这个地上 能够继续坚毅地 走我们属天的道路 听我们的祷告 与我们同在 继续喂养我们的生命 直到永生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